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今天還要登出嚴情聲明 因為一些人仍在騙人 用我的名字 也用其他人的名字去騙人 所以記住 網上片之要認清 否則好意一鋪清 好了 詳細的大家看看 今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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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見有也 全部錄了 嘩 跌得很淒慘 也不用說了 好嗎 好 為什麼一定會跌呢 其實很簡單 起床時已經講過 去到這裏 他們這裏不能上去 以及影器這裏上了 下回來 再上去 這種是一個很容易會看到 很容易發展成下跌模式 上來 下來 未去到布里加通道的宗族 再跟著彈上去 這裏其實都是 上來 下回來 再上去 下回來 就是這樣 日線圖道 讓你看得更加清楚 這裏很簡單 比較傾向 現在 所有人都會看 沒有法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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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慘了慘了 試下來 這個是布里加通道的下軸 285那裏 沒有法治了 好不好 有朋友問 東樂集團怎樣 有貨 怎樣搞 可不可以升到8元 我看看這裏 最高是7元半 大家看著 升穿了布里加通道 下回來 再上去 那會不會升到8元 很難說 不過個人傾向看 未必那麼容易 這裏已經出現了 這裏已經升穿了 那他應該先下回來 再跟著之後 再跟著上不上去 這裏已經是後話了 一個頂 兩個頂 兩二頂而破 起碼要做的後抽 另外一件事也要留意 東樂集團這裏 是每年必定會被人炒幾轉的股票 我也覺得在東樂集團這裏 有些人是高手臨臨 每人炒幾轉的股票很容易賺到食 至於閣下能不能夠和高手之中 來周旋 是能夠坐到別人的船 因為你自己要坐到一艘艇 那就小心 小心 順而玻璃 曾幾何時 玻璃股變成水晶 以至鑽石 到最近 又看一看 又是這樣 北京東道 流離了中族 再打上去 這樣就不行了 跌下來了 最近它公佈業績 不錯的 不過都跌下來了 因為其實怎樣 因為你升的幅度已經很多 你真真正正正要休息一下 因為還有一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要炒 是炒前瞻性 因為之前一個階段 玻璃好做 人人都說做玻璃造廠 於是很簡單 你帶了建廠 那會不會找到建廠之後 可能在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之後 會有大量的供應呢 那時候 那個supply and demand 將如何 很多人炒前瞻性的話 反正已經賺了這麼多 在這個周線圖上 由這裏 大量是7元 炒上去25元 蒸了三倍之後 怎樣也要先吃壺 吃完壺之後回來之後怎樣 之後再算 有青花創業 這個我之前曾經介紹過的 青花創業 我介紹過的時候 這個周線圖沒什麼用了 看日線圖、小線圖 當時就在這裏 介紹過之後在這裏 彈彈了上去 也到了目標價 然後再下跌 有朋友問 如果再跟著在這些上面 更加高些地方買得怎樣 要留意 這些因為它是屬於 一個新上市的股票 新上市的股票 周線來說真的不是很多日人 在這裏做完之後 它應該要再試底 試底希望它只是不要穿六個三 這批人 他們青花創業要看的就是 他們不是做科技股 他們是幫科技股做事 幫助科技股的人去創業 是好的 理念 不過你要知道 這班人如果這麼適嫁的話 這些都是有高手的地方 找兩鑽吃就好 長遲的時期中跟隨它 是很困難的 就像你長期 以前計算 你長期走去澳門普京 找河山開飯 不行的 你可以去他吃碗叉燒飯 輸乾輸淨的時候 那就行 你長期找他開飯 然後再跟隨他去澳閣大餐廳吃飯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這些時候只可以說 應該要預住 第一 要等等他真真正正 要先救一些日子 一定他出了之後 上市之後 他慢慢要收貨 收到就可以了 才好再做 好 蒙牛乳業 曾經那時期蒙牛乳業 都是很好的 由24元炒到25元 接著很多人看 很多很多很多 這個又是一樣 升得多 你自然要調整 所以最近這幾排 就會調整下來 記住看看 他只有半厘息 40倍PE 怎麼不高呢 這個 你說他會跌到多少 真的很多人會害怕 你一猜不到 你說買舊經濟 舊經濟 舊經濟就這樣死給你看 為什麼 因為舊經濟裡面 有些東西是升得過濃了 現在我會看他暫積到35元 希望30元 希望有支持 距離現在還去到4元計 中華人壽 就是使人十分之傷心的股票 唉 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是不是 人人都是這樣說 起先以前 有三十多元 退下來 就是28元 26元 然後是24元 22元 然後是22元 22元 20元 然後是20元 18元 然後現在是16元 哇 越來越年輕 沒法 那即是去到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不要去10元計 去到這些大約是16、15左右 我覺得可以是有些支持的 不過當然 大家如果買的話 都要想著 零買當頭起 就莫買當頭跌 它已經正在跌著 不過跌著之中 都希望它有些上升 因為今天都看著一顆十字升 十字升方面 希望它再接著 就升穿這裡 上去上面 如果上去上面的話 價位很簡單 現在它是6.42元 中軸 中軸這裡 就6.56元 再接著上軸是17元 所以希望就這樣 升上來 我覺得 在今年裡面 是有條件可以升上去 較高一點 以至去到 可能是這些水平 太高就未必可以 真的去到這些水平 應該會有機會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希望來到這裡 收回上去 中軸是16.56元 又不是很遠 不過又很遠 因為對中人獸來說 每爬升一格都似乎是十分吃力 今天推介的是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 是我這個星期內 第二次推介的 第一次推介是星期二 這是周善圖 它已經升穿這裡 回到這裡 再上去 第一次推介的時候 是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二 是星期三 才去買貨 那天 那天 二日 最高一開始 就在29.3 那天 那時候 10時 再推介的時候 它一直都未曾 都已經是 在29.3 上面 就跌倒了 在這點裡 基本上 應該是買不到貨 那買不到貨 為什麼又要繼續 今天推介呢 因為很簡單 在星期二推介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消息 說它可以買到光刻機 那之際呢 今天就有消息了 它可以買到光刻機 美國也放行 那因此 它對有些的是 芯片 它做得到的 就是多了橙硬 多了性 不是做這個七厘米 不是做七納米那些等等 我經常說 在中國來說 有兩大半的 一 你做一個三納米 一納米 是不是 不要做七納米 這麼厚 另外一些 你可以用得更厚的 例如做二十八 做十四 以此做到 毫米級都可以 因為中國有很多 電器產品 是用芯片 其實我們現在來說 以前 洗衣機 不會有這麼多芯片 現在的洗衣機 有多少芯片 以前的汽車 沒有這麼多芯片 用下去 現在的汽車 用多少芯片 這些不需要用很大塊 很小塊 大塊小塊 因為它有位 不是電話 所以不要以為 芯片 7厘米 有兩個用途 要是用在軍事上 要是用在電話上 電話上 不需要用 現在只是做一個雪櫃 那些 雪櫃有多少位 可以等一個芯片 所以不一定 需要做到這麼小的事情 反正你其他的 可以賺到錢 這就是白粥與魚翅的分別 白粥多人吃 雖然它是賺得錢少一點 所以賺錢的能力 與魚翅可能未必一定有太差距 魚翅 你雖然買得很貴 不過你少人吃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很多現在都猜 中芯國際在下半年 或接下來的業績 應該是比較好的 即是說 你雖然有美國制裁的威脅 等等 有這些可以放行的話 而這些都是屬於中國 所需要的東西 那我想 遲一點 都可以有機會 賺到多少錢 因此 在今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 等著29元 等29元 那不是20 20 這個93 29元 低一點 希望它可以升穿了 這個29.5元 之後 上網是33元 可以 33元 在這裡看不到 在這裡31.91 還要高一點點 這個就是 日線圖方面 是放大一點點的 這個就是過往10天 曾經推介過股票的紀錄 在這點裡 就是賺賺蝕蝕蝕 都在這裡 這個就是過往 2020年 12月7日開始做 總共推介過48呎股票 39隻有賺的 9隻有蝕的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就是過往10天 回答了聽眾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股票 想參考一下 都可以來這裡參考一下價格 如果你想問一下股票 在這裡也有的話 今天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